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大盤今天反彈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上個禮拜五 開高走低爆量1299億 開高走低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一天的拉回 都嚇到了 認為盤要大跌了 是沒有錯 有拉回了 對不對 禮拜一拉回 但是你發現 上雨線黑K棒1200億 加上昨天的拉回 那這盤有沒有死 沒死 還不是一樣有漲上來的 所以很多人面對每天的漲漲跌跌都很難過 因為看到漲就很開心 看到跌就很難過 其實都沒有必要這樣 因為那些都不是重點 在股票市場 你必須認識 什麼才是重點 什麼不是重點 不要被煙霧蛋給迷惑了 包含人生的理徒裡面 也有很多東西 它不是重點 那不是重點的東西 你一直在那邊追求 也沒有用 我舉個例子好了 有人說張雨明 你怎麼不去修個碩士 不去修個博士 修個碩士博士又怎麼樣 修完碩士就很會做股票嗎 還是修完博士就很會做股票 好像不是這樣 對不對 來 這今天的報紙 文化大學要增一個博士 三萬塊 30K就是1K就1000嘛 3萬塊 一個博士 如果一個正常的一個博士 我們從幼稚園 小班開始讓小朋友開始讀 像我現在小朋友 幼稚園中班開始讀 從幼稚園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碩士 博士 讀完最少28歲 30歲都很正常 那你看三年級 從3歲就讓他讀 讀到30歲 花了27年讀書 一國三萬 有什麼路由 有什麼用 你告訴我 所以很多東西它是 對社會上的 對我們人生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那你必須有能力去取捨 所以如果我今天好 我幾年前很多人說 張宇明去讀個碩士 讀個博士 那我就問他說很簡單 讀完碩士就很會做股票嗎 還是讀完博士就很會做股票 那如果不會 那跟分析是沒有關係啊 那去讀那個要幹嘛 很多專業的領域很深很深 但對整體股票操作是沒有幫助的 如果股票研究所讀完碩士博士 做股票都會第一名 每次都會百花百中 那我一定去讀 那如果不是你讀那個也不一定有用啊 很多經濟學的東西 到股票市場根本就不適用了 我的會員甚至有教授 有博士 有大學教授 他們還是來參加會員啊 因為他們還是不會做股票啊 所以那是兩回事 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如果你沒有能力去判別 很多東西沒有意義 好 你讀個博士 讀三十年過去了 那出來領三萬 這要幹嘛 我們公司的服務人員都不止三萬 連新進來的員工都三萬七星 那你讀個博士要幹嘛 讀那個學位要幹嘛 反正造成就位上的障礙 所以有時候社會在變遷 要變得很快 真的是很可怕 我相信今年到現在 已經清明節快到了 清明節快到了 現在18天了 到現在清明節快到了 一年都過掉三分之一了 很多人還在尋找今年的第一筆獲利 因為今年以來 很多人沒有賺到錢 為什麼 因為他買錯股票了 你告訴我 你去買葡萄王 你今年會賺到錢嗎 大盤還在相對高點對不對 我們看大盤 今天大盤在這裡 兩天前在創新高 但是 他怎麼跌破半年的低點 所以如果你今天買錯了股票 到現在我相信很多人 還在尋找今年的第一筆獲利 那跟他的學歷有沒有關係 說真的沒有絕對的關係 那絕對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你看這檔股票創新高了 為什麼 今天78.8 為什麼他可以創波段的新高 這邊42 那如果來到84就一倍了 今天78.8 他已經快漲一倍了 為什麼會這樣漲上來 那如果用一個方法 用一個技巧 來抓到這樣的股票 來操作這樣的股票 來騎這樣的快馬台 騎這樣的標股 這才是你要思考的問題 懂意思嗎 如果你面對人生 你有經濟上的壓力 其實每個人都有經濟上的壓力 能夠沒有經濟上壓力的人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說真的 我跟我女兒講說 女兒你真的很幸福 像我在台中最少買三棟 這個很大的房子 都100坪以上了 那每一個房子 我都規劃一個房間給他用 那個房間由他自己挑選色系 由他自己去選床 選窗簾 通到自己來 選壁紙 他要貼白雪公主的壁紙 就讓他自己貼 睡覺的時候 我都會回去 我都會去看看他 然後他就躺在被窩裡面 然後我就跟摸摸頭髮 他說女兒你真的好幸福喔 他說爸爸為什麼 我說我從18歲 離家出所 離開我的 爸爸媽媽 到社會上來奮鬥 我從18歲到現在 我沒有跟我家裡拿過一毛錢 我在18歲以前 我沒有自己的房間 我的房間是跟弟弟共用 跟阿嬤共用的 我不但沒有自己的房間 我沒有自己的書桌 我沒有自己的台燈 當然沒有自己的床 甚至連自己的枕頭都沒有 都共用了 說真的一路走來 非常的辛苦 那我說你現在 當我的女兒真的好幸福喔 你看你有幾個房間 他在那邊數 我那邊 我溫馨路一個 這個中港路一個 這個別墅一個 這哪裡又一個 我以前在台北也買了房子 他說他最少 四個屬於自己的房間 都要親手規劃了 我說你現在才幾歲 你才國中一年級 你已經有四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了 爸爸從離開父母的語意下 出來闖社會 在離開我父母那時候18歲 我沒有自己的房間 我看到連我自己的枕頭都沒有 我跟他說爸爸跟你說 你真的很幸福 要懂得知福喜福 所以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 能夠沒有經濟壓力的有幾個 很少 很困難對不對 那股票市場又是可以創造財富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到股票市場 來尋求財富 但是也很多人賠很多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方法 他們找不到賺錢的方法 所以他想買什麼 他想買經典 他想希望能夠買以後 快漲一倍的 但是他偏偏去買到 葡萄王 跌跌破半年的地點 把他辛辛苦苦賺了錢 可能賺賺了三年省吃減量 等一下賺了錢 然後買了股票 然後一賠賠 賠到三成 賠到四成 你看多辛苦 所以同學朋友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如果你在股票市場有一天 你就要學習如何看對股票 做對股票 那如果沒有這個專業錢 你根本就不應該來 你好好去學習 懂意思嗎 來 那我們說為什麼他會跌下來 很多人找不到答案 我給你一個最簡單的答案 一秒鐘就給你答案了 來 這叫我發明的股神系統 這是一般的K線對不對 然後我拿股神系統給你看 為什麼他跌下來 有沒有看到為什麼 那就空投格局啊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這種股票跌下來 原來他是轉空了 為什麼他會長上去 一路長上去 來 這一段齁 起張點在這裡嘛 這裡是1月 11月中旬 來 我們看到11月中旬 來看上來 唉唷 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這裡啊 一樣的位置啊 他就這樣一波漲上來了 到今天3月11號 都還沒有賣出訊號 一路都是多頭格局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方法 有這樣的技巧 那這就是你的啊 那這將近9成的利潤就是你的啊 懂意思嗎 那你做完這一檔還可以做下一檔 這一檔你有這個方法 對了下一檔也有可能 機會很大還是對的 你要再賠錢的機會已經變小了 因為你把這方法學會了 懂意思嗎 投資朋友來 那今天的報紙 今天啊 3011號 富邦金前兩個月狂賺100億 唉唷天啊 這富邦金的董事長蔡明忠 國貸金77.9億也不錯 創五年的新高 15家金控沒有一家賠錢 了不起 對不對 哇這真的了不起耶 兩個月賺100億耶 這真的太了不起了 那富邦金應該漲翻天了嘛對不對 兩個月就賺100億 那一年下來還得了 賺個五六百億 那富邦金應該漲翻天了嘛對不對 有嗎 請問富邦金你買的人 是不是到現在還在賠錢 那為什麼到現在他漲不動 投資朋友 今天報紙發出來 請問有漲停嗎 還是收黑K棒啊 那為什麼這麼大力都出來 結果還是收黑K棒 他還是來到半年的低點 投資朋友為什麼 那你買進去的人 你看他哇 基本面很好很強 賺100多億 搞不好很多人有內線消息 高層跟他講的 富邦金前兩個月已經賺100億了 今天散戶都知道了 對不對 但是你可能有內線消息 你可能跟大股東很熟 他們都先看到這個資料 哇這今年公司太賺錢了 你去買結果你還是套牢 那也是不好 還是賠錢啊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你不需要把這個原因搞清楚嗎 那你搞不清楚 以後你怎麼做股票 是不是這樣 投資朋友 當然你可能要找很多方法 也不一定找到答案 後期高層跟你講 也沒有用你還是套牢 投資朋友 我把答案告訴你 答案在這裡 這裡 你看完這一張你就有答案了 哇 原來是空投格局 他根本沒有翻多 原來他有很多很多的反壓 很多啊這個 好像一個人生病一樣 這張就像X光片一樣 一個人身體有沒有毛病 X光一掃就知道了 哪裡一個黑洞 那表示那裡有問題了 為什麼一個黑洞 你平常不知道啊 有一天當你發現的時候來不及了 送醫院了 這像X光掃描器一樣 一掃描過去 這問題不小耶 很多反壓耶 根本沒有三線翻多耶 那你是不是知道了 那你會買這種股票不可能 你不肯介入這種股票啊 是不是 這就是股市賺錢的一個方法之一 它不是絕對的方法 但是它是個不錯的方法 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好來 我們說股邦金賺百億 沒有啊股價照跌 那你看國泰金賺77.9億 創五年的新高 那股價也要創五年的新高啊 有嗎 有創五年的新高嗎 連三個月高點都還沒過 都已經跌下來 已經跌到半年的低點了 對不對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是沒有用的 看報紙做股票 你要有機會幾乎是零啊 但是多少每天看報紙 每天早上很認真 我記得之前有一個會員參加 他跟我說老師我真認真耶 我很認真耶 我說你怎麼認真 他說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來 然後去超商買股票 你送報紙還沒送啦 那直接去超商騎摩托車去超商買這個報紙 把所有的報紙都買回來 開始讀 好認真喔 我發了很多報紙 告訴我他很認真 然後收盤以後每天做功課 我說那結論你有沒有贏 這才是重點 你結論贏了沒有 沒有他沒有贏 那沒有贏就表示你這個方法是沒有用的嘛 懂意思嗎 你看報紙 就跟這個一樣啊 你看了也沒有用啊 你看再去買好了 你買國泰金好了 他又不在這裡 有沒有今天是創新高嗎 他跟你說他創了五年的 77.91創五年的新高 那為什麼股價沒辦法創新高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跟股價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可是多少人懂 很多人都不懂 他就拿這些東西來做股票 然後很認真 然後把賺的錢賠在股市了 你看多冤枉 為什麼他漲不上去 一樣答案在這裡 這叫股神系統 我早就出現賣出訊號了 早就三線跌破了 趨勢往下 籌碼凌亂動能不足 請問這三個條件沒有一個條件穩合 他怎麼漲 對不起 股票漲跟他沒有關係 股票跌跟他有關係 因為趨勢往下 籌碼凌亂動能不足 那我們看完國泰金同樣在看 這也一樣啊 為什麼他漲不動 那就空頭格局怎麼漲 這問題一大堆要怎麼漲 那如果你早點知道 你會去買金融嗎 不可能 你告訴我這兩個一買金融會賺錢嗎 不會啊 一定賠錢了對不對 這邊 偷邊啊 這告訴我們 看報紙做股票 你絕對做不贏 當然這個觀念 在我的投資100問裡面 上級 上級到50問 下級是51 到100問 下級51到100問 那這觀念寫在哪裡 我們說一個重要的觀念 一個正確的觀念 勝過一切 當你觀念錯了 你就完了 你這輩子搞不好就毀了 懂意思嗎 來 這觀念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第十 營收創新高就會漲嗎 營收創新高 有啊 你看金融股不是營收創新高嗎 為什麼股價跌下來 營收創新高就會漲嗎 我把內容寫得很清楚 我舉很多股票做例子 告訴你營收創新高 可是對不起 股價跌下來了 那跟今天這個東西不是完全一模一樣嗎 投資朋友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東西 有這樣的概念 你今天會因為這個消息 還是你因為之前得到大股東 主力做的時候告訴你 哇 這個金融股很好 營收很好 那你去買金融股 然後要賠錢嗎 不可能 懂意思嗎 所以一個重要的觀念 有時候抵過太多東西 太珍貴的東西了 那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需要多少正確的觀念 我把它匯集成100個最重要的 通通把它寫成投資人100問 這100問就是你最需要知道的事情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也不能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你可能一個觀念錯了 你就會講很大的學會 這數都已經完成了 當然這都是免費 免費送給我的會員 台積電2月營收月減8.95% 那是不是股價要跌了 因為營收衰退啊 很多人都跟你講基本面 對啊 這基本面很差 那股價應該大跌嘛 什麼股價要漲上去 那為什麼沒有大跌 喔 原來三線販多了 所以它漲上去了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三線販多它漲上去了 所以到最後告訴你什麼 你看那東西是錯的 你看錯東西來做股票 你結論一定是輸錢的 等於是嗎 因為你認為營收會領先股價嘛 這是營收領先股價 所以你看到營收創新高 才去買股票嘛 那如果營收沒辦法領先股價 你去買也沒有用啊 不是嗎 是你認為這樣 可是根本不是這樣啊 我剛剛舉例子已經舉那麼清楚了 根本就不是這樣啊 是不是這樣 看這邊喔 當營收創新高 請問營宇一定會創新高嗎 不一定喔 為什麼 生意做很大不一定會賺錢 你進入成本100塊 你給他賣50塊 哇 那一下就賣光了 問題你賣一件賠一件啊 你營收會創很大的新高 可是你賠錢啊 懂意思嗎 所以營收創新高 不代表你會賺很多錢 生意做很大也不代表一定會賺錢 這是兩回事 但很多人搞不清這件事 你看到什麼 你就是看到營收而已 你看到營宇嘛 你看不到的 懂意思嗎 來 更重要是什麼 股票是買它的未來 你看到剛剛叫過去的啊 現在是二月嗎 現在三月 現在哪是二月 那你看到的東西一定是過去的 會計師認可了 然後簽證才能發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永遠都是過去的 可是股票買未來 不是買過去的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觀念多重要 可是很多人都不懂 來 獲利入代 安全下車 這是每個人追求的 不管你的資金不會有多大 為什麼市場 大戶或是主力要讓你安全下車 他一定要坑殺你 他不可能讓你安全下車 什麼力量才能夠保你 安全獲利入代 叫趨勢的力量 投資朋友 那你懂這個觀念嗎 我剛剛講金融股這個東西就是一樣 趨勢往下 他就是跌 趨勢往上 他才能漲 趨勢沒有往上之前 什麼營收都沒有用 趁加鈞不誤 來 中株2月份的營收 年增22% 不錯啊 對不對 看這消息中株應該漲翻天了 營收增加了嘛 來 哇 股價怎麼這樣 嗚嘛嘛你看 ノ 好 已經跌到 將近半年地點了對不對 營收創新高啊 還增20幾% 對不對 為什麼股價反而跌那麼深 你不覺得這有問題嗎 那問題在哪裡 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營收比去年增加22% 這叫5871中諸 比去年增加22% 可是他沒有告訴你 他比上A衰退23% 他比去年增加22% 可是他沒告訴你 他比上A衰退23% 不是嗎 那表示什麼 報紙的消息都是經過人家 刻意掩蓋 然後想看了給你看 不想看了把它蓋起來 那怎麼會是真相呢 那不是真相怎麼可能呢 做股票怎麼會贏呢 真相都不一定會贏 何況是假相 哦呦 那你要看什麼才好 看股神系統啊 不早就轉空了嗎 你去買這種股票幹嘛 投這邊啊 這是很簡單的東西 你就看得懂了 所以如果在股票市場裡面 有錢又有賢 讓神仙都羨慕 亂做 做一年 抵不過高手做10天 你亂做一定會賠錢 你看報紙做一定賠錢的 會操做10天抵一年 一波抵10年 真的可能嗎 一波抵10年 有沒有可能 你做10年有沒有賺超過4.5倍 有沒有 那如果你做對一波 4.5倍了不起 投這邊啊 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亂做 好啊 那你去買 去年你去買 陳宏好了 你財產都賠光了 那為什麼它會下跌 三線跌貨啊 為什麼 智威會上漲 三線換多啊 投這邊 是不是很簡單 雖然說很簡單 在股票市場裡面 來再講一遍喔 亂做 做一年 拼搏高手 你要做10天 會操做10天抵一年 一波抵10年 人生的日子不是很長 在股票你也不可能啊 混一輩子 那要怎麼做 最好這樣啊 學過一個好的方法 10天抵一年 一波抵10年 你就可以逍遙自在的過 你的人生 這才是股市我們要追求的 有沒有道理 我們進入廣告 再回到現場 請你到靜心上課 陪你到台大註冊 看你從哈佛畢業 一百種父母 只有一種心願 靜心小學旁 李天朵大臨族 靜心文匯 大與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與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聽 請用記聽無分珠 無分珠 快夠好 爸爸 老牌清理窗 專業副文師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牌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 也是 日本我的一盒 我是九尾 ăăă 嗯 歡迎回到現場 最近有了股票 大盤雖然創新高 可是它藍毀了 跌很深 來 今天又創了半年的新低 iate 那請問他轉空多久了 12月初就轉空了 1月2月到現在3月了 那請問有犯多嗎 三線都在空方的格局 那請問你去買這種股票你會賺錢嗎 問題他也不是跌空轉空一天 那很多人還報到現在 所以如果你一直報這種空頭股票 你的人生一定是黑白的 你不可能要彩色人生了懂意思嗎 來 有人說他去買神龍 看起來好像蠻不錯的股票 神龍見首不見尾 當然那個龍不是這個龍 這是另外一個龍 天上飛的龍叫神龍對不對 神龍見首不見尾 插一個字神龍 那股價呢 股價怎麼掉到地上 為什麼 他是空頭格局 同學朋友你要多久才看得懂 你一秒鐘就看得懂 不是嗎 你有股神系統你一秒鐘就看得懂 這股票不能買 你怎麼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然後讓你賠很多錢是不是 來 那請問這可不可以買 你看 有一個會員跟我說 那自從有了股神系統 突然很多人打電話來問他股票 你知道他的股神系統 都打電話來問他 他忽然覺得他受到很多別人的尊重 家裡突然很多很多水果 人家都送水果來 來 唉唷 那這可不可以買 不行啊 這股價高檔在零軸附近了 那代表怎麼樣 它危險了 最好陷入整理不好可能要掉下來 所以這種股票 就不能買 是不是 那可憐呢 你覺得這可以再追嗎 你不覺得三線都已經快掛了嗎 奄奄一喜了嗎 當然就是股票不能追了 是不是很簡單 那你這樣的判斷要多久 三秒鐘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花三天 也不需要花三個小時 三秒鐘你就能夠判斷清楚 哪一檔股票可以買 哪一檔股票不能買 那這樣的人生就會變得很有意思 很快樂了 那這個呢 這當然創新高很好 可是你為什麼不會覺得說 在這裡如果在這裡看得懂 中間不要被洗掉 哇那就發財 這一波上去就八九成就發財了 那有沒有這個方法 來 有啊 它就是股神系統 那是很簡單很輕鬆 你就看得懂 你要在那邊拆了半天嗎 到這邊喔 所以你判斷一檔股票 研究一檔股票 決定要不要買 你要花多久 如果你可以用三秒鐘來判斷一檔股票 你不會覺得你的人生突然間變得很光明 因為很多時間都省下來了 很多錯誤的資訊 你不會再犯了 你不會這樣看那些報紙 那個也沒有用了 看那也不會幫助你 還是讓你賠錢對不對 喔 創新高耶 對不對 那如果來掌握這種股票 有啊 股神系統就可以告訴你 這是多頭格局 所以你買這種股票是不是很安心 對不對 上禮拜三創新高 唉唷 天啊 是不是多頭格局很漂亮的 那走完了沒有 當然還沒有走完 所以他有沒有再創新高 有齁 來 是不是這樣的格局很漂亮 所以你下次如果懂得買這種股票 哇 不得了齁 這裡多少 11耶 這裡23耶 這裡已經漲一倍了耶 是不是 那如果你有本事買到這種股票 你覺得你人生會不快樂嗎 應該不會 人生會非常非常的快樂 非常非常的開心 來 來 這個呢 這當時蓋牌 有沒有跟你講 這是多頭格局 大跌一波之後來到這裡 開始三線判多了 有齁 有沒有漲停板 左邊 有人說奇怪 怎麼買的股票都不會漲 有啊 你買對股票他就漲停板給你看 是不是有差點漲停板了 有沒有 請問他有沒有創波段的新高 有沒有 有齁 來我們看另外一檔 愛迪森 他是不是一樣 大跌 大跌之後打到這裡 打一個很漂亮的底型 那如果三線判多之後 有機會噴出就不得了齁 昨天 LED族群 將近二次檔股票 哪幾檔漲停 有啊 就愛迪森而已啊 跟泰谷 那為什麼愛迪森不買泰谷 來 你看泰谷 請問這個線型比起來你覺得漂亮嗎 不漂亮齁 是不是可能跌破好幾次 愛迪森呢 哇 愛迪森漂亮多了啦 對不對 是漂亮多了 很漂亮啊 線型很美啊 所以兩檔股票 你有能力去判別一檔股票 那你有辦法判別兩檔 你十檔給你挑 你還是有辦法判別 那一百檔在一起 你還是有能力判別 為什麼 因為你會挑漂亮好的啊 你不會挑那個醜的 有沒有 這很漂亮啊 線型很美啊 對不對 那我們看打底的時候 打底的時候你不會買 因為沒有翻多 一翻多 來特寫 這段你卻會買進啊 那買完這段是不是你的 這裡23耶 今天38了 投資朋友幾天你自己算了 大概一個月而已 所以你要什麼 這是不是你要的 投資朋友 這是不是你要的 有辦法判斷一檔股票的買點 一波上去不會被洗掉 投資朋友 有辦法判斷很多股票的買點 原來買進去到很多 然後一波開始噴出 對不對 高檔到了 你也知道要跑 這還沒到高檔 懂意思嗎 這是不是你要的 那如果這是你要的 恭喜你你找到了 來 要享受操盤樂趣的 請你看股神系統 你沒有空 你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我帶你操作 把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支付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導致 除了 稍後 公馬 警察